再来带观众朋友来关注到政治焦点 这几天抢占所有媒体版面的柯问哲副主吴欣盈 今天可以说是行程满岛 一早就站在街边肥皂箱开讲 同时还是去菜市场扫街展现街地气的一面 博过程当中相对于前几天跟记者 蛮直接的知秋对决对话 今天发现他在肥皂箱演讲之后 随即就分发了咖啡来慰绕媒体记者们的朋友 看得出来作风似乎正在逐渐调整 而下午的时候 其实民众党也开了少子化政策的记者会 而这过程当中 吴欣盈也以自身的经验 谈到因为上一段婚姻的不愉快 导致跟前夫分开之后 已经受精的受精软要全数销毁 他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惜 甚至语带哽咽 但是记者想要进一步追问说 是不是情绪上面有些激动 想到不愉快的回忆 吴欣盈又变成了审化一解 看来还是很注重个人隐私的 而针对副首呢 近几天比较欧美式风格的问答习惯 其实柯文哲也表示 其实呢要在做自己跟找平衡中间呢 取得一个好的方向跟好的方式 而柯文哲也说自己十年前 也不是像现在这样的 但是两个人共同站出来 希望可以力推人工生殖法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国内的人工生殖法 这本法的局限性都必须要是已婚的状态之下 但是对于一些子宫病变或者是未婚 但是有意愿抚养孩子的人 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而吴欣也希望依照自身的经验替女性发声 我所有健康成功的受惊染 因为之前的一次不愉快的婚姻 必须全面消费 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自揭上巴一度哽咽 民众党副总统参选人吴欣盈 以切身之痛力推人工生殖法修法 感性才没几分钟变身神话一解 顾问者来缓家 也成了政策记者会上不断出现的场面 大胆吴欣盈本来用意是要来互补 没想到连日来的争议 没有加分恐怕还伤选情 政治也是一个专业 就是说应对进退 你想想看 十年前的柯文哲长什么样子 取一个平衡 完全不做自己 太世俗也不好 对我说都是滚动性的调整 科文哲花了好几年才把棱角磨平 吴欣盈要在一个多月内迅速找到平衡点 看来有难度 因为不管是被问到财产申报 或放弃美国籍证明 同样个性都很鲜明 已经社会化的柯文哲 遇到更率性做自己的吴欣盈 柯英佩要叫好又卖座 当务之急 让大家看到它的好处 看到它的优点 这时候我们要去努力 TVBS新闻话哨品 黄俊维 李皮宜 SN小组 新北采访报道 而吴欣盈针对 有没有美国跟台湾的双重国籍 先前也说了 其实呢 没有除了台湾以外的国籍 他心知肚明 他说12月5号中选会的调查结果就出来 水落石出 那么针对这样的问题呢 他不会再度回答 他就一次性的来进行回应了 要大家12月5号来见分明 不过今天呢 其实在网路上自称叫翁达瑞的旅美教授 他也表示认为吴欣盈 在2014年的国务院 美国国务院资料当中出现了放弃国籍 质疑他当初是不是因为 美国政府在全球追税 所以他才放弃国籍 那为什么2010年 在美国实施在美国籍的人 全球资产都要追税 直到2014年才放弃呢 主要原因就是要放弃得要有5年的缴税的资料 不过这样的质问 吴欣盈方面和民众党方面 都还没有给予正面的回应 或是任何的回答 还有待核实的 而今天呢 其实国籍争议延烧之下 其实吴欣盈是没有多做回应 而外传呢 因为他直球对决直率的对话风格 是不是民众党会派出 粗粗媚在旁边 适时的提醒他呢 那我们记者今天现场观察 似乎并没有 公开大喊自己准备好了 民众党总统候选人吴欣盈 细雨中在内湖街头站 肥皂香开讲 有民众送上凤梨和菜头 说声加油 宣传后还特别赠送咖啡 给现场媒体和民众 似乎也想改善 连人和媒体互动的紧张关系 情走基层和选民伴干净 但国籍争议外界依然很关心 等到十月五号才公布的原因 我们解释一下 还有什么人对国籍的部分 要提问的吗 还有您放弃的时候可以 因为现在中说会 一次性回答就是说 中选会已经在查证当中 那就是十二月五号回数 中选会就是说 那个时候会公布啊 所以你自己本身有放弃过 我在这个部分 就不会再做额外的回答 办公室发言人林子宇 跳出来控场 外传民众党内 接下来准备派戳戳妹 在吴欣盈旁边 就像当时提醒 还是台北市长的柯文哲一样 随时提醒他别说错话 如今发言明显小心 说尊重法律 但外传就连民众党内 都没人看过 吴欣盈放弃 美国籍证明 在这边 直接就向大家保证 其实吴欣盈委员这边 我们副总的候选人这边 绝对一切合法合规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还没等到吴欣盈正面拆弹 现在一份民众党内参民调曝光 在副手人选中 有过半认为 柯文哲搭档吴欣盈不加分 我参 柯主席请我参选 是帮台湾加分 只是姚生跟台湾 仍被对手紧追 背景先交代 题为选择 杨佩玉台北长报道 好 吴欣盈强烈的个人风格 不晓得大家对于柯文哲来说 是加分还扣分呢 也欢迎大家共同在留言区 留言给我们共同一同来讨论 不过说真的 在大选的时候 不管是美国跟台湾 挑选副手都是个大学问 过去一般来说呢 按照台湾的族群分野 本省被外省 女性被男性 那么北部跟北部 这种互补式的搭配 非常的流行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 世新大学的教授 尤子祥就认为 其实有几个要点都是在挑选副手当中 可以作为参考的基准点 那今年这一次像是赖肖配 还有侯康配 以及这个柯吴配 其实都有资深的互补性 或者是变财的互补性 或者说其中一位呢 是比较会做事的副手 而简单互补的部分呢 像刚刚提到的男女性别的互补 年龄年轻跟资深的互补 还有区域性的互补 像是南北差异这些 其实都是选战搭配的一个考量 但是选副手 真的不是光靠这几个条件 就可以达成百分之百完美的配合的 其实尤子祥也特别提到 只靠性别年龄或是形象来互补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 挑错人的风险很大 因为就像是现任的美国总统拜登 跟副总统贺锦丽 双方呢口碑就相对来说 比较悬殊一点 甚至前一阵子传出呢 拜登确诊的时候 很多人也问美国选民 难道要让贺锦丽当总统吗 也来质疑贺锦丽的能力 虽然拜登跟贺锦丽 是在族语还有性别上面互补的 但是呢也掀起了一些话题 那不晓得说 这几个搭档的副手 大家有觉得 达到互补1加1等于2 甚至大于2的效果吗 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 而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侯友宜的搭档赵绍康 今天两个人一起协同到新北市 来看看侯市长的政绩了 他说把五谷的垃圾山 现在变成了黄金 但是先前呢 赵绍康自比就是侯友宜的赵子龙 民进党方面就认为 赵子龙是在救阿斗的 难道是暗喻侯友宜就是阿斗吗 对此赵绍康今天也正面回应了 他说大家不要勿用历史去扭曲 支持的来运动 大战侯友宜把五谷垃圾山 翻转成下绿地 站在一旁的副手赵绍康也不禁佩服 拿出超大看板 把三人市长政绩比一比 后方明代里长占一排 侯友宜大打政绩排 强调两人都是有魄力 赵绍康就称自己是侯友宜的赵子龙 但这说法就被绿营解读 难道是侯友宜是阿斗嗎 我非常有自信 赵绍康非常有能力 变成强强联盟的 网友对三国对历史 完全是颠倒扭曲 赵子龙當然是为刘邦 为这个刘备来打天下 侯友宜宜永远是老大 是总统就是这样 我很了解分寸的 班出历史直言是被扭曲 赵绍康强调自己做是副手角色 只是侯友宜一进来 不但被抹红就让他自曝 民进党还曾经想挖脚 他当台中级嫁义现场 别人想重用我 让我为国家为人民做事 我都心诚感染 侯友宜的人格不可以侮辱 侯友宜也在批赖清德 要他放弃台独党纲 赖清德就是造成国安危机 最大的引战者 有捕手赵绍康在旁 侯友宜态度凶猛 先把两岸这体的发囚权拿回来 TVB的新闻终于文林一姐 年轩S1组新北朝报道 好大家觉得这几组候选人的副手 到底是加分还扣分呢 Power Bear就说就柯文哲的风格来看 吴欣怡呢找这样的搭档 就看柯想主打的族群是谁了 那么也有人认为 这个赵绍康其实也是一个相当加分 辩才无碍的对象 不过呢其实副手近期 可以说是强劲了媒体版面 接下来三位副手也会开始PK政论吗 这就是由侯康培的赵绍康 针对了肖美琴和吴欣怡 发出了挑战喔 说我们来辩论啦 希望对手出来辩 副总统也是很重要的备位元首 都不辩论 难道是要躲起来选吗 看起来真的是蛮直接的 那我们带您看到呢 其实肖美琴方面就说 其实他们都会百分之百的尊重总统方面啦 那另外一方面吴欣怡倒是自己直求对决 她说of course我当然接受挑战 字幕想办一场副手限定辩论会 赵绍康确认为不会有人答应 这项邀约 自己随时奉陪 赵绍康丑话先说在前 要绿白两位副手一起来辩 但这似乎尴尬了点 一切以总统为主 小美琴强调自己很有分寸 还没辩论蓝绿隔空比酸度 柯文哲副手 吴欣盈则用英语回敬 绝对没有拒绝辩论 一天之内无信两度重生 而出了副手之争 蓝绿白小鸡们相互较真 我要找张志伦先生辩论题目就是呢 没有房产算不算中和人 这个题目不错耶 深夕绿营区域立委参选人 吴征点名蓝营参选人张志伦 而街区这位更把炮口指向 立愿战神 先公布你要跟华国昌辩论什么 我要辩论题目是白色 是不是比较容易张的颜色 那留个话给他说等你哦 怎么赖清德主席如此的确战 我的邀约到目前我也是都还没有回复啊 结果就派了一个不好意思 就是应该是叫王毅川先生吧 那出来丢这样莫名其妙的暂点 想要模糊问题的焦点 想要别论拉高 选战热度 却换得本尊一个无情回复 好 这时候线上的朋友也说 感觉副手辩论真的办成了 会不会也是选举史上头一遭呢 相当的令人期待 不过近期呢 选战越来越热 可是我们都知道 行政部门要保持行政中立 不偏不倚 可是就眼前的网友发现了 最近在矫正署还有监狱看守所松击 他们的脸书专页上 都出现了统一做出来的图卡 当中写什么呢 写的就是蔡总统任内军公教 调薪三次 照顾国家的后盾 累计调了11.473万人受贿 军公教调薪是政策没有错 可是在选前大张旗鼓的出现在 公部门的脸书上 也引起了在野党的抨击 华道台北松山机场的脸书 限动黄色图卡超醒目 显示蔡总统任内军公教 调薪三次73万人受贿 图卡右下角有行政院logo为8月16日的广告 这几天却重现江湖 不只松击金门航空站 澎湖机场就连很久没有民航机降落的 但你以为只有这样吗 翻看脸书 高工局 台湾港务公司 陆委会 国税局都有发文 图卡一样 贴文一样 内容一样 至于哪个部会的脸书发文最多 答案是法务部 旗下各地的监狱 看守所都转发 其中花莲看守所的贴文 对比其他单位似乎忘了删除第一行字 写着转支行政院重大政策宣导 而在高雄 莱英市议员更拿出一张照片 质疑邮局行政不中立 民进党 邮局是你家开的吗 别的候选人不能进去 结果你们可以直接把文宣摆在上面 韩元指出以通令各邮局加强巡查 直视选行在即不寻常的许动 难免有其他解读 DVB的新闻 安朝贤 红富华 刘靖廷 台北高雄 材料报道 国民党立委参选人黄称廷 举办了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而侯友宜跟赵绍康也一同联媚出席 抱歉跟正一下是侯友宜以及韩国瑜 共同联媚出席 两人在台上合体 以及党主席朱立伦 那么他们也表示 韩国瑜说侯友宜终于是眼睛是眼睛 鼻子是鼻子不再愁容了 希望可以在民主胜地赢回胜血 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来到宜兰 与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合体 但韩国瑜却指着侯友宜这样说 而侯友宜则是这样回应 以后下午国民党宜兰立委参选人黄春廷 成立西北联合竞选总部 吸引大约七千名支持者到场 许多蓝营大咖也来站台 这样的场合当然少不了韩国瑜 他近期频繁出席全台蓝营造势活动 但他却开始大赞民进党立委 30多年前的民进党真正清廉勤政爱相同 看看现在民进党跟30多年前有没有不一样 一样七个字贪污腐败爱金钱 话锋一转希望选民眼睛睁开 而侯友宜则是以爱贯穿整场 告诉选民自己会用警察精神守护台湾 两人合体台下支持者更加热情兴奋 选战倒数各个参选人拼了 TVBS新闻剑纳辰亭 宜兰采访采访报导 而赖清德也帮改党的立委参选人许淑华站台 并且说让许淑华前进国会 力拼民进党继续在国会过半 就让韩国瑜当不了立委院的龙头了 不过另外一方面的同一时间 韩国瑜也在帮自家的立委参选人站台 他也说现在侯友宜的额头都发光了 小美琴反台后马不停蹄 展现临时差的好功力 服选老同事要选松信立委的许淑华 今天晚上的第一个行程一定要先来关心 我过去的好助理 我们看到他始终如一 从来不会划中取宠 也不是为了赚流量 台上展现两人好交情 也不忘帮酸对手许巧心 毕竟小美琴还没辞助美代表 许淑华早就递邀约 香米琴也首抱一只战猫玩偶 要为他增加战斗力 同场的大母鸡賴清德 除了帮自家人拉选情 也把炮口对准韩国瑜 賴清德要拼国会过半 就是要党韩国瑜当立法院长 同一时间韩国瑜在这帮服选 到树林震台先开栓对手阵营 也不忘提到侯康佩才是最赞 韩国瑜大战侯友宜是个人才 侯友宜这球强调会继续拼 总教练朱立伦到基隆浮选 也用棒球比赛喊话要团结 从明天开始要连续15场的大体的造势活动 大家都平安 从上到下国民党展现 慎选气势 TVV的新闻 韩国瑜宁宣台北长报道 不过要以市议员之姿挑战立委的许巧兴 被爆出了有会选争议 根据了解他的选区 有里长被基调战带回调查了 那么许巧兴下午也开记者会自清 自己绝对没有会选 而且同时痛批这是新潮流治国 国家忌器用动作了 很痛而且非常愤怒的心情 来开这个记者会 一包20块的售面 竟然在大选期间被指控会选 选区内有里长疑似 因为会选遭到调查局约谈 国民党立委参选者徐巧兴 火速召开记者会自清 10月18号售面5箱 一箱是100包吧 100包 那请你汇款 总共金额是2000块 这个是一个我们当时就留下的证据 证明了售面一包 最高其实就是20块 反空绿营和竞争对手恶意检举 动用国家机器司法追杀 更火力全开反击 这样子的恐吓跟威胁 变相的施压 我们真的不怕 我们只是对民进党 尤其是新潮流的选举奥部 感到非常的遗憾 以及感到非常的羞耻 徐巧兴补充一个月前就知道 检调要出手 只是没想到 宣在禁总成立大会前一天 就是一种威胁恐吓 让大家不敢来 只是好巧不巧 许巧兴记者会开完 脸书上就有粉砖 PO出这一张照片 好几位长辈提着橘色袋子 上面写着选对的人许淑华 几个大字 里面塞了礼盒 那位写下 有人知道袋子里的礼品 在哪里拿的吗 好大一盒喔 感觉很丰富 我也想要 至于里面的东西 其实是庙方提供的一些物资 跟我完全没有关系 那我就觉得真的非常纳闷 为什么选举要选到这样子 一定要抹黑啊 攻击啊 或者是造谣 拿出庙方当天办的剑行活动照片自清 许淑华反批 蓝银的侧翼粉砖 故意影射想模糊焦点 也请许巧兴不要乱指控 好好接受调查 好还有市议员王世坚 也要挑战立委大位 不过今天可是在北市议会 直询 算这个议程当中 这个会期最后一次 直询市长蒋冠安了 不过两人也上言 心心相惜的场面 没有 王世坚送上了计时期的礼物 那么蒋万安就开玩笑说 欸 这是不是蓝白盒军乐会 给你的灵感呢 王世坚说没有啦 三个月之前我就想到了 那么王世坚也说 这很有可能是在议会 最后一次咨询蒋市长了 不过蒋万安妙回 不一定不一定 所以我今天送你一个很别致的礼物啦 就在这很可能 是我在台北市议会 最对你最后一次总质询 不一定不一定 这个会期最后一次总质询 是完结篇还是未完待续篇 王世坚有信心要进入立法院 送上这礼物 但操作上 有点K 这就是倒数计时钟 那你每天上班的时候 就提醒你自己 督促你自己 我另外送你一个携带型的啦 真的很贴心 还有随身携带版 这idea讲外号起从这来吗 这个是你根据军乐饭店 发生事件的灵感吗 哎呀 不是啦 王世坚可是三个月前就想到的点子 要讲完好好拼市政 只是两人台上议题招锋 讲完突然飞来一笔 到中央立法院也要帮忙争取 但我希望议员留在议会 持续给我们监督跟指导 你才讲了一句对的 马上又说希望我留在议会 我一定会进去立法院 两人像是难分难舍 只是这送礼风格 若有机会进到立法院 还会保留吗 到立法院的话会多送一份啦 我一份送行政院长 另外一份我刚才有应 林世忠议员还有蒋万安市长的请求 就算离开台北市议会 王世坚说还是会准备蒋万安的 要他别紧张 但这就让对手游淑慧隔空开栓 演细细胞十分的丰富 他的咨询风格带到立法院去 我觉得不太适合啦 毕竟下一次再到台北市议会咨询 两人就只剩下一人会站到质询台 TVBS新闻终于罗年轩 台北长有报导